蝶仙和蝶仙你玩过没有 这么高水平的游戏吗 你居然没玩过 你玩过呀 我也没玩过 那你说我 提起通灵游戏蝶仙 蝶仙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至少电影上或者电视剧上 或者恐怖片上肯定都看过 对吧 蝶仙和蝶仙是我们中国古老占卜书的 一种简化或者变化 演化出来的 在中国来说这种蝶仙或者蝶仙 其实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占卜数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欧美 却有一款风靡一时的玩具 就是和我们蝶仙和蝶仙一样的 这款玩具的名字 翻译成中文叫通灵版 英文名叫威甲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由威甲 引起的真实的灵异事件 而且是官方记录承认的灵异事件 大家好 我是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比赢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鲜 大家好 我们先从这个威甲开始介绍 这个玩具是一块平板 上面有26个英文字母 成半圆形排列 0到9的数字位于字幕下翻 左上角是yes 右上角和no 最底部还有个在剑 每一个通灵版都还配有一个占卜版 成水滴形 中间有一个带放大剑的孔 这个孔就相当于我们蝶仙里面那个箭头 这个孔照到哪个数字 或者哪个字母 就是他想说的是哪个字母 具体操作的时候参与的人坐在凳子上 把通灵版放在所有人的膝盖上 手指则放在占卜版上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看着占卜版从一个字母移到另一个字母 其实形式上就和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我们的蝶仙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怎么看都是我们国家蝶仙的变种的玩具 居然是美国取得玩具或游戏专利的一个专门的玩具 这个玩具曾经在欧美风靡一时 人们玩的通灵版的时候 就要膝盖碰膝盖 手指碰手指 因为都需要把手指放在占卜版上 所以这种肢体接触就能够促进人们的感情 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了情侣和家庭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到周五晚上或者周末家庭聚会的时候 威甲总会成为家庭气氛的联合剂 所以当时这个东西是风靡一时的 娱乐 对 娱乐产品 怪不得现在美国的恶魔那么多 是吗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活动 但是那会儿真的是很多人都喜欢玩威甲 随着威甲的修炼爆炸 各种威甲相关的神秘案件也频频登上了热搜 1921年纽约时报就报道 一名芝加哥女子被送往精神病院 他向医生解释 是威甲告诉她 将她的母亲尸体留在起居室15天 然后再埋在后院子 1930年时候 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两名妇女联手谋杀了另一个女子 两个人都坚持说是受到威甲的指示 这个女子是鬼扇生 所以要杀了她 1958年 康涅狄格州的海伦道佩克女士 要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送给一个叫做约翰福布斯的先生 而这一位约翰其实不是真的存在的 他们是通过威甲进行交流的 而最著名也是被官方承认的一件 由威甲引起的灵异事件 那就是著名的西班牙发生的瓦列卡斯案了 你就说这不是一个好玩具吧 1991年3月里的某一天 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市的埃斯特法尼亚和另外几个朋友 为了安抚一位闺蜜的情绪 使用威甲举行一场通离仪式 想以这种方式来和闺蜜在车祸中死去的男友进行沟通 威甲还是很牛逼的吧 威甲在当时的西班牙其实也是很流行的 这几个女生平常也经常玩 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所以他们很放心大胆地进行了这场仪式 他们在上课期间溜进了学校的杂物间 准备利用一节课的时间来完成这场游戏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 几个女孩按照平时的流程 开始召唤闺蜜已经过世的男朋友 没一会儿 那个占卜牌就在他们的手指下发生了移动 这个就说明某个玩领已经应他们的召唤而来了 就在埃斯特法尼亚这些人准备进一步提问的时候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打断了他们 由于他们的说话上被门外的老师听将 在发现逃课的学生之后 老师非常愤怒地打断了他们的通灵仪式 并且把那张正在使用的V甲摔成了两半 其实可想而知 在不管是我们中国还是在外国通灵中被打断 其实是非常忌讳的 是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装置了这场通灵 就是你请过来的人没有送走 就很危险 几个女孩的心里面不约要通就产生了某种担忧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噩梦来的居然那么快 埃斯特法尼亚在单天晚上就遇到了异常 他开始是无法入睡 耳朵里总是响着奇怪的声音 就好像有人一直在对他讲话一样 几天之后他就开始出现了幻觉 经常感觉到身边有个人在不停地走动 可当他仔细寻找的时候 又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两个星期以后 埃斯特法尼亚又出现了癫痫的症状 此时他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很诡异起来 他时不时的就会毫无缘由的朝弟弟妹妹咆哮 他会一整晚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不看出来 更可怕的是 他曾经多次告诉父母 有一个看不见脸的人每天晚上来拉扯他 那感觉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如坠地狱 这位大女儿的状况让古铁雷斯夫妇无比担忧 他们就带着女儿四处求医 还请来了好多灵媒来驱魔 但是他的女儿的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几个月之后埃斯特法尼亚不得不离开学校 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憔悴 而他的遭遇的种种诡异经历却开始变本加厉 此时的他即便是在白天的街道上也总能见到一个恐怖的黑影 埃斯特法尼亚的身心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1991年7月14号 埃斯特法尼亚突然就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面 并且在仙丹禅那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当父母撬开房门喘进屋子的时候 埃斯特法尼亚已经陷入了中毒昏迷 随后他就被送到了医院 在送医路上埃斯特法尼亚就不幸离开了人事 那他是当时提出通灵的那个人 还是当时他男朋友去世的那个人 不是 他闺蜜的男朋友去世了 他提出 他用了通灵板 应该是他主持了这个通灵仪式 埃斯特法尼亚死后 让古铁蕾斯夫妇也陷进了恐怖的阴影里面 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结束 而且还在继续 他们开始在家里面见到一些 之前只有女儿才能见到的异常景象 这些怪事到1992年11月27号这一天到达了巅峰 当天他们一家人干干睡晓 突然就听到门外传来巨大而奇怪的声音 古铁蕾斯太太就想起身去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自己的身体就是无法动担 就好像鬼压船一样 但是 此时两个人明明是醒着的状态 在好不容易挣脱了束缚之后 古铁蕾斯太太又发现那些挂在墙上的物品 摆在高处的物品开始一件接一件的往下掉落 紧接着不知道从哪传出了说话声 开始在屋子里面蔓延 走栏上更是出现了一个硕大的声音 在来来回回的不停走动 在极度恐欢之下 古铁蕾斯夫妇抱着孩子欢欢张张逃出了公寓 并在暴雨之中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个景象跟驱魔二真像 如果只有古铁蕾斯夫妇说 可能有编钻的成分在 关键 这些景象不止他们俩看到 当天去调查的警察都看到 当天值班的警长何塞内阁里 就带着自己的小队 借着手电筒的灯关走进了夫妇的公寓 他们发现漆黑的屋子里面一片蓝迹 各种碎片洒落一地 就连卧室里的船垫都被翻了起来 上面还涂着奇怪的黑铭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警员对每一间屋子都进行了搜查 并且并没有发现任何传入者的踪影 但是何塞很快就发现一处诡异的细节 那就是屋子里面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倒了过来 这个说法在西方有一个说法就是 这是在羞辱耶稣 作为虔诚的教徒 何塞赶紧把耶稣下扶正了 就在这个时候 屋子里的阳台位置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客厅的一扇门 咔响的被打开了 这就把当时的警员吓得不清了 因为这两个位置他们刚刚调查过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的气息 开始在屋子里面蔓延 没过多久更加诡异的事情接踵而至 先是两名警员出现了严重的眩晕和震撞 就是像发阳天风一样 何塞警官就感觉有些呼吸困难 接着何塞在浴室里面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悸 他缓慢地逃出了浴室之后 这种感觉才稍微有所缓解 面对这些让他无法理解的怪事 何塞赶紧下令终止了这次调查 就在他们带领着大家退出了这间屋子的时候 他注意到了一个多年之后 依然让他几倍发亮的画面 就是那个被他亲手扶赠的耶稣兽那些 正一点一点地倒过来 在后续的调查中 何塞发现古铁雷斯夫妇的大女儿 也就是刚才去世的那一位 确实是在一年前死亡了 而且当时法医给出的结论是 埃斯特法尼亚死于某种惊觉性肺部窒息 法医还刻意地在诱因一栏上标注上了两个字 存疑 这什么意义呢 他说埃斯特法尼亚的死亡 并不一定是自然形成对正常死亡 可能有什么外部诱因导致的 而古铁雷斯夫妇的心理鉴定报告显示 夫妇二人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只是由于缠时间的睡眠不足 两个人都患上了轻微的神经衰弱 经过测缓以后发现 古铁雷斯夫妇之前描述的所有景象 都是真的 他们俩没有说话 在1992年年底 警方对瓦列卡三的调查 没有取得任何的精神 1993年年初 负责该案的警官和赛内格里 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申请了调职 该案的调查也彻底的陷入停止 不久之后 在警方介入无效的情况下 古铁雷斯夫妇一家被迫搬离了路易斯马林街8号公寓 此后那些关怪陆离的恐怖异象也随着停止了 只会在那个房子 对 出现 随着警察的停止调查 警员的调职和古铁雷斯夫妇的搬离 那我们呢 也就永远失去了揭开瓦列卡四案的谜团的机会了 只知道这一切的起因 可能就是那个被打断的 为假 瓦列卡四案也是现在唯一被西班牙警方记录在案的名义事件 也是被官方承认的不可解释的事件 这件事情 瓦列卡四案这件事情 在三年前还是四年前被拍成的电影 名字叫《死亡占卜》